这条方程的解法就有点特别的 我们看到y有平方,x有涉及到四次方 然后我们就不如将整条式试试,两边都乘以4 这里陷过4,这里全部乘以4的话 首先发觉左手边原来可以配方 成完4之后,如果再加1的话,左手边就会变成一个完全平方数 所以在配方之后,就会有这样的方 2y加1的平方等于,右手边就暂时不变 4次方,加4x,3次方,加4x,2次,加4x 这块再加1的 然后呢,既然左手边,由于y是只可以 take这个整数 那么,出到这个东西就一定是一个完全平方数 所以,我们就要看看右手边这个 这个expression会不会变成完全平方数呢? 但是,我们这次就涉及到一个四次方的讨论 那,如是者的话呢 相对地,如果我们需要直接去证明这个东西是一个完全平方数呢? 那就有一些复杂的 又或者说,我们要take一些什么数字 这个东西才是完全平方数 不要经常genetic地说 究竟这个东西是不是完全平方数 那么,无论哪一种方法来说,都是比较复杂的 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如逆向思维看一看 那么,如果这个不是完全平方数呢? 那么,简单来说,它不是完全平方数的话 就是夹在两个连续的完全平方数之间 那么,那又会怎样呢? 那么,而是者,我们就将它拖出来的中间 4x的四次方,加4x的三次方 加4x的二次,加4x,再加1 那么,这个东西夹在哪两个完全平方数的中间呢? 那么,我们选择一些近一点的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2x的平方 加x,这个东西的平方 那么,下一个当然就是2x的平方 加x,再加1 那么,如是正我们呢,就会 所以,如果我们只是看单边 例如我们只是看左边 那么,会解到x的一条方程 右边,我们又会解到x的一条方程 那么,所以呢,综合起来呢 我们就会有关于x的两条方程了 第一条就是3x的平方 加4x,再加1 那么,这个东西需要大过0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 x的平方 2x,这东西需要大过0 那么,解到出来呢 x的取值范围就是 小过负1 或者,x需要大过2 那么,既然这个取值范围 那么,x这东西呢 就会夹在两个完全平方数之间 那么,如果我们 take这一个取值范围的相反 也就是夹在一个ring上面的话呢 那么,这一块东西就会变成一个完全平方数 那么,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讨论呢 就是要找x 解乎在 这两个ring中间而已 那么,就是在-1 和2 之间 那么,x呢,可以等于的数 就是-1 0 1 2 那么,这四个啦 然后,我们就丢下来看一看 当x 是等于-1的人 那么,y呢 就等于0或者-1 那么,当x呢 等于0的人呢 那么,y呢 又等于0或者-1 那么,当x等于1的人呢 y是无解的 因为找不到一个整数 那么,记住我们现在是要找一个整数解 那么,所以y呢是无解的 那么,跟着下来呢 当x是2的人呢 y就会解到5 和-6了 那么,所以 那,所以 今次正式写回题解出来呢 那么,xy的解 我们就会有 x是-1 y是0 x是-1 y是-1 那么,x是0的人呢 y是0 x是0的人呢 y是-1 那么,x是2的人呢 y是5 那么,x是2的人呢 y是-6 那么,就是由这六组解了